好有鑑魚呢有許多網友在討論這個gear club啊 這款賽車遊戲就是switch上面首款推出的賽車遊戲 應該說首款推出的擬真賽車遊戲啦 好這次羅卡就來下載他原本手機的遊戲來去玩一下 試看看呢到底他在switch上面有沒有做什麼改進的地方 甚至呢有沒有什麼加強的地方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好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進入遊戲看看有什麼不同吧 好由於剛才沒有錄到所以現在再來玩一下 那這次呢因為要跟switch上面有點差別所以我買了370例 基本上這個讀取畫面也都一樣非常的頻繁 然後好像讀取比switch快一點點 那畫面的部分的話其實基本上覺得跟switch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真的 也別再怪switch為什麼會出這個畫質這麼差的遊戲了 因為真的讓你體驗一下原汁原味的移植作品 然後呢差別就是說這個手機遊戲的部分 他有車子是可以用台幣買的 然後包括可以買重播 就是往回跑 就是往回跑 萬一不小心去撞到然後分數比較差的時候他可以 往回跑把分數拉回來 再來的差別就是說他的這個控制方式是類比的 不是類比啦 體感的 就是用手機的陀螺儀 然後左右搖晃來控制車子的方向 然後煞車的話直接點選螢幕就可以了 好現在這樣又跑完了 好現在跑完一圈 然後進來之後呢 跟這個switch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邊啊 多了一個台幣可以買的 金條 好這個60元台幣一直到2,990 滿山 滿谷 滿坑 滿谷的金條 然後呢 這還有一個是倒帶用的 這個應該是如果萬一不小心撞車 影響到破紀錄的分數 可以用的 讓你回歸時間 讓你重來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可以買賽車的 然後他買這台 賽車的話就要到 790的台幣 那switch的賽車應該是要靠賺遊戲幣來 拿取啊 來買 所以跟這個手機遊戲有一點差別的就在這邊而已 然後這台這已經其實半價 790 所以他等於是 買一台賽車原價就比買switch的遊戲片還要貴 所以還是有點差別哦 雖然他們的畫面真的是在是長的非常的非常的像 然後呢 然後呢算了我先回去好了 我先回去原本的物資看一下 頻繁的讀取畫面 但是比較快 比switch的快很多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改裝好的意思嗎 這邊是改裝廠啦 就是基本上長的都一模一樣 完全原汁原味 所以他的 他的場地好像比switch的再大一點點 的感覺 所以 這個改裝廠也是可以擴廠的 然後現在因為聖誕節吧 所以多了個聖誕樹 然後有一些應該是類似解任務的東西 可以拿到一些金條 那所謂這個金條呢 就是 用台幣也可以買得到的 通常都是比較珍貴用的代幣 好 那基本上呢 這個整個遊戲畫面 跟介面的部分 跟switch基本上 看起來好像是 近乎一模一樣 只是他會一直廣告這個 左下角這個啊 一直有廣告 汽車正在打折 叫你趕快花台幣去買這樣 那我們手機的部分就先玩到這邊 OK那現在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 他的遊戲畫面的部分 這個是手機遊戲的部分 那手機跟switch的部分呢 基本上有一些差異 大概就是 手機的部分是用這個體感控制 就是手機本身的陀螺儀 然後晃動手機 來去控制汽車前進的方向 然後呢 這個加速的部分呢 是電腦會自動幫你加速 踩煞車的部分呢 其實電腦也是會幫你主動踩煞車 那如果說你要提前煞車 也是可以靠點選螢幕來做煞車的動作 手機的部分呢 就是有多了這個商城 可以透過商城來去買這些跑車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道具等等的 算是可以加速我們在遊戲裡面的進度 再來呢 讀取的畫面都一樣非常頻繁 那羅卡用的現在是用iPhone SE 也就是iPhone小支的最後一代 其實處理器並不是說現在主流手機最強的這樣 但是在讀取的部分 就是Loading的畫面呢 其實羅卡感覺手機是比這個 Switch還要快的哦 這個Switch可能要檢討一下 那畫面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是真的原汁原味呈現給這個Switch 就是完整的移植過去了 所以如果很多人在挑剔這個畫質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真的Switch原本就不是強調它的主機效能 強調它的畫質的一個遊戲平台 然後再來是 它真的把這個手機的遊戲 原汁原味給移植過來 好不好 那我們算是可以不用下載這個 2G多的記憶體丟在手機裡面 就可以從這個Switch上面去玩到 然後再來是 也不用有這個商城的部分來 誘惑我們花太多錢 畢竟一台跑車就要700多塊 那這個一片Gear Club也才1000多塊而已 兩台跑車就可以買一片 當然啦 還是見人見智啦 畢竟呢 手遊才是它原本的一個市場 所以Switch呢 只是在衍生出來 讓這個市場擴大而已 當然如果說 覺得賽車遊戲可以接受這樣子的畫面跟音效的話 那麼 Gear Club Switch版的還是可以去入手看看 那如果說 原本就比較對音效呢 跟畫面比較挑剔一點的玩家呢 其實接近有真的不要入手 因為這一款遊戲在手機看還不錯 在Switch看來說的話 是真的稍嫌較弱了一點 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邊為止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